大多数人可能没意识到 人生的好迁不是上上而是中平 年轻时我们总盼望着一场轰轰烈烈的人生 回头看却发现 这样的人生艰辛坎坷少有欢愉 根据瞿秋白自己所写的字数 他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富贵之家 家中世代读书世代做官 是一租十岁的绅士阶级 1899年 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的八桂堂 八桂堂因院子中有八株桂花而得名 旧时的文人偏爱桂花 喜欢他缠工折柜的好彩头 瞿秋白的父亲瞿世伟是个无能的富二代 擅长作画懂医术 但无论是图经济还是现实俗物 瞿世伟都不擅长 在将家中田产房屋尽数迈进后 瞿世伟带着妻子儿女寄居在叔父瞿庚府家 瞿庚府是晚清重臣 曾经协助张之洞办理新政 张之洞评价他志行卓越 气势红通 为私道中第一人员 1903年 湖北巡抚任上的瞿庚府病故 瞿世伟一家被迫从叔父的八桂堂中搬出 好在瞿世伟的哥哥瞿世虎当时在浙江做支线 靠着哥哥的接济 一家人又过了几年安稳日子 瞿秋白在字述中提起 即使日子过得艰难 家里仍然有仆妇 全家人从未洗过一次衣 做过一次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瞿世虎被罢关 这下瞿世伟一家彻底失去了经济来源 全家人继续靠着打亲戚的秋风过活 但时间长了 亲戚朋友也不愿再照看他们 一家人连房租都支付不起 只能搬到驱使祠堂居住 住祠堂在当时的人看来是非常不体面的 丈夫不失生产 家中又有五子一女 这让瞿秋白的母亲金玄陷入绝望 金玄也出身豪门 父亲金心明曾是广东盐运士 为了能继续得到亲友阶纪 让辍学的长子瞿秋白完成学业 金玄在给众亲友一一写下决笔信后 吞火柴头自杀 父亲的无能 不负责任 母亲的自杀 家庭环境的巨变 无一不对瞿秋白的未来造成了巨大影响 瞿秋白自小聪慧国人 出生时因头顶双旋 父母为他取名瞿霜 后来他自己改名为瞿霜 再后来的名字秋白即是从双子而来 他在学校一向成绩优异 1915年却因为交不起学费从中学辍学 母亲自杀后 瞿秋白受到表舅母的资助到汉口谋生 1916年又来到北京投靠唐兄 当时瞿秋白的心愿是考取北大 研究中国文学 将来做教师虎口 他希望唐兄可以资助他在北大的膳食费 但堂兄无法提供 又去考普通文官考试 结果落选 出于生计考虑 瞿秋白进入既不要学费 又有出身的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 那时候的瞿秋白 只是一个从乡下来的落魄青年 并不知道发生在俄国的大革命 也没有接触过俄国文学 未来成为共产党领袖的他 仅仅为了虎口 就这样懵懵懂懂的 被命运之手推上革命之路 当时学习俄文是一个偏僻 看起来前途并不远大光明的专业 1917年冬 本来就体弱的瞿秋白 又换上了肺结盒 他提笔写下一首满怀迷茫的诗 雪意淒淒 心枉然 江南旧梦 已如烟 天寒孤久 长安市 游折梅花 半醉眠 不过这样的颓丧 并没有维持太久 他很快在北京接触到新思想 一条从未发现的崭新的人生之路 向他缓缓展开 五四运动爆发后 惊于俄文的瞿秋白 成为俄文专修总代表 他加入了北京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 并成为学生领袖 1919年6月 瞿秋白被捕 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 这不是污点 而是荣耀 1920年 他参加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随后被陈报和时事新报 聘为通讯员前往莫斯科采访 饱受旧社会残害 曾经受尽亲友白眼的他 终于找到了杂烂过往的出路 出发前他兴奋地写下 启成了 启成了 向着红光里去 在苏俄 瞿秋白不是没有见识到不公与饥饿 他在自己的书中详细记述过 第一次吃着苏维埃的黑面包 其黑 其酸 泥草臭味 中国没有一个尝过的 也没有一个人能想象的 布尔赛维克来了之后 商业一概禁止 口粮分好几等 乡下的鸡鱼鸭肉 一概都行集权制 又不准做生意 一堆一堆鸡皮不堪的老人幼童 倒卧到旁 身影转策 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 宁可举世自焚 还有吃死人肉的呢 然而意识形态的红布 蒙住了这位年轻人的眼睛 这些苦难在他心中 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过去了 对于苏俄政府残酷镇压 不同政见者 徐秋白同样没有感同身受 他沉浸在自己的 布尔什维克幻想中 无法自拔 这很难不让人想起 徐志摩苏联之行的感受 在看到一个通体雪红的地球仪时 徐志摩这样说 从北极到南极 从东极到西极 姑且这样说 一体是血色的 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 一个血染的锤子 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 摩西见了或许会失色 何况我们不惊吓的反胎俗骨 1922年 陈独秀到莫斯科 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徐秋白担任他的翻译建筑手 之后两人一同返回北京 徐秋白开始正式为中共工作 此时他已经是中共俄共双重党员 这期间他翻译了国际歌的歌词 并创作《赤潮曲》歌词 蒙公 蒙公 垂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 从此后福音变天下 文明只待共产大同 1923年是徐秋白人生命运的新起点 他再也不是那个被亲戚们白眼相向的穷挫大 在李大钊推荐下 他进入上海大学 任教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 认识了第一任妻子王建宏 去杭州拜访了胡适 看望因辛亥革命被罢官的伯父 屈世虎 以及寄居在伯父家的弟弟妹妹 这一年的瞿秋白意气风发 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句 万交怒绿斗寒潮 减点心泥铸旧潮 1923年底 徐秋白抵达广州 担任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 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做准备 他与鲍罗廷 汪金卫 胡汉民等人 草拟了大会宣言草案 1924年1月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徐秋白当选国民党候补执行委员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假如徐秋白的母亲权下有知 想必此时也是骄傲的吧 但正如徐秋白自己在绝笔中说的那样 走上政治这条路 不过是因为被命运推进了历史的纠葛 他对政治缺乏健全知觉 认识也流于表面 在苏俄的赤塔 一个女郎告诉他 我家有一所房子 现在一大半充公了 自己只留四五间住 其余竟让新来的官员住 徐秋白听了复之一笑 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祟 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感叹 宗法社会的旧观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死 可实际上无论是他的父亲 他本人 还有他那些被亲戚收养的弟妹们 无疑不受到了大家庭的恩惠 他把自己在苏俄的建文写成恶乡继承一书 所谓恶乡取自薄仪书旗的典故 这两人在周五王克商后不识周速 跑到守阳山上绝食饿死 徐秋白觉得苏俄就是自己的恶乡 他在书中说 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 饥寒暂且不管 它始终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 世界革命的中心点 可是吃糠宴菜 饿瓢遍地的革命 我们要来做什么呢 难道我们不追求幸福 而是追求困苦吗 就像今天的热血青年们强调身份政治一样 百年前的热血青年们强调的是阶级斗争 幻想着乌托邦的徐秋白 不过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份子罢了 他们用意识形态来划分人群 看待世界 所以必须有人为一切不公负责 帝国主义 阶级 政府 或者宗法 砸烂他 砸烂这一切 1924年 沪西工友俱乐部在上海成立 徐秋白经常与韵戴英 李立三等人到俱乐部给工人讲课 为了颠覆中国 完成世界革命的大业 苏联在中国投入了海量的资金 除武装军阀发动军事革命外 工人运动也被提上日程 1925年 共产国际与中共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 发动工人大罢工和武萨运动 共产党已给工人发放生活费的方式 鼓动罢工 背后的资金当然来自苏联 苏共一边在国内残酷剥削自己人 一边用这些钱来中国搞革命 这样的国际主义精神确实令人惊叹 为加强宣传 徐秋白创办热血日报 报纸内容紧密配合武萨运动 以批判帝国主义声援反帝运动为主 武萨运动 以及之后的几次上海工人暴动 严重扰乱了社会和经济秩序 这时候的徐秋白并不知道 他在不归路上走得太远 已经无法回头了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早期中共领导人不断犯下 各种奇怪的路线主义错误 实际上这是苏联国内的政治变化 在中共的一个投影 1926到1927年间 托洛茨基·纪诺维也夫 与斯大林的斗争进入你死我活的阶段 中国问题是双方的战场之一 斯大林主张维系国共联合 反对中共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托派则认为应该继续革命 且中共应独立于国民党之外 1927年 陈都秀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 共产国际认为这是极左路线将它免职 徐秋白被扶植为党魁 这期间 徐秋白参与了南昌起义 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 1928年 斯大林在苏联完全掌权 他的新代表王明和米夫 很快就将徐秋白打倒 中国托派领袖郑超林 在回忆文章中详细回顾了这些政变 他本人的经历是苏共与中共的一个时代缩影 1929年因为托派身份被中共开除 1931年 组建中国共产党 左派反对党 1952年被逮捕 在狱中被关押20多年后才恢复自由 追随一个失败的领袖 前途肯定不怎么美妙 不管郑超林先生是什么政治主张 他的执着精神让人相当佩服 被打倒并被彻底免职后 徐秋白的身体也每况愈下 甚至几度病危 但他没有完全脱离政治活动 仍然和鲁迅、毛顿等人一起 在上海搞左翼文化运动 1934年 徐秋白被流放到中央苏区 搞宣传教育 同一年 红军长征 体弱多病的他被无情放弃 并很快被逮捕 这一年 徐秋白年仅36岁 本质上 徐秋白是一个文艺青年 1923年 在施村桐等人介绍下 他与王健洪叮铃结石 很快 朦胧的爱意 同时在三个人心中缠声 丁玲选择主动退出 还把王健洪写的情诗 偷偷拿给徐秋白看 徐秋白在丁玲安排下 来到王健洪的宿舍 他没说话 而是把想说的都写在纸上 用笔和王健洪交谈 和王结婚后 徐秋白有时候在家会把电灯关掉 只留下煤油烤火炉 让炉火从炉盖上的一圈小孔 射向天花板 他就在这样威名闪烁的光圈中 与妻子和丁玲聊文学 1924年7月 结婚仅半年后 王健洪就因肺病去世 上海大学的女学生杨之华 时常来安慰 两人很快陷入热恋 当时杨之华已与沈建龙结婚 感觉到无法处理好这段感情 他从学校跑回萧山老家 瞿秋白马上追了过去 三位当事人经过一番长谈后 彼此和解 杨之华与沈建龙离婚 与瞿秋白结婚 这时候距离瞿秋白的第一任 妻子王健洪之死 仅仅过去了四个月 瞿秋白是一个知识分子 而非政治动物 在残酷的中共斗争史中 他显得力不从心 随波逐流 最开始他与陈都秀关系紧密 共产国际要打倒陈都秀 他随声复合 写反对彭树之主义 后来他与李立三关系紧密 共产国际要打倒李立三 他也跟着纠正李三路线 并非他是墙头草 而是他缺乏政治自信 他自己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 舞台上的演员 倒很会有些成绩 因为十几年 我一直觉得自己 在扮演一定的角色 表面上他是共产党党魁 但在最后的自白中 他坦诚 无产阶级宇宙观和人生观 与他潜伏在内心的 绅士意识 士大夫意识 完全处于敌对地位 无产阶级意识 在他的内心 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 瞿秋白的精神和身体一样软弱 初次和布哈林见面时 布哈林就打趣他 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 说起话来 不是祸事就是也许 他的胞弟瞿景白 在他的带领下 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 瞿景白来到苏联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当时苏联正在清党 瞿景白对攻击哥哥的王明和米夫 奋起反击 甚至退还了自己的苏贡预备党政 不久 瞿景白在莫斯科失踪 他的死至今仍然是个谜 但瞿秋白对此保持了沉默 1935年6月18日 瞿秋白被枪决 在绝笔多余的话中 瞿秋白提出 愿意捐献自己的遗体 供医学生研究肺结核 他最后说道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 世界第一 永别了 他在自白中坦诚自己的软弱 这又是非常勇敢的 瞿秋白死后并没有获得安宁 文革时他再次被打成叛徒 遭到公开批判 坟墓被砸毁 父亲屈世伟的目的也被移平 他的妻子杨之华被关押 于1973年在北京过世 1979年中共为瞿秋白平反 1982年恢复他在中共历史叙事中的地位 对于一个死人来说 打倒还是恢复名誉 都是活人的滑稽剧 与瞿秋白又有什么关系呢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把尼采的这首太阳落了 送给这个失去母亲的可怜人 太阳在西沉 你不会长久交渴了 呼吸从无名的唇中吹过 伟大的清凉即将来临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文婷 咱们下次见